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哥 我饿了 想吃饭啊 自己去做啊 可是 可是我不会啊 你不会 不会去学吗 没找老子啊 全力给我扫 哥 我在看书呢 再说了 你从来都没让我做过这些啊 不会做 先去给我扫 这也不会 那也不会 又怎么能收成立足啊 運送 altar 都送着 在 attended 对 走吧 在朋友们 你你要 tales什么 没事做啊 没事做跟我来 来 把草全给除了 可是 可是我不会啊 不会 不就给我学啊 今天是除不干净 别人吃饭 妈 你在哪儿呀 小姨 那时间怕事不多了 以后小的就把你照顾了 你真的不打算告诉小丽了 她也太小了 你也知道 当年我爸妈的事情 对她有多大的伤害 我不想再让她失望了 那好吧 你就放心的把她交给我吧 以后只要我有一口饭吃 我就不会饿着她的 小姨 谢谢你 孩子 孩子 你这是干什么了 快起来 小姨 以前听我说 我这辈子 她是只有欠你的了 等下辈子 我再报答你 我这卡里有八万块钱 本来是早上我结婚用的 现在看来也用不上了 还有这封信 等小丽长大以后 帮我一起教会她 好 好 好 小姨 以后我就把小丽交给你了 小姨 小姨 以后我就把小丽交给你了 好 好 你就放心吧 妹妹 哥要出去挣钱了 以后 你就跟小姨一起生活 知道吗 不 我不要 你给我听好了 这就是你的家 从现在开始 我已经不要你了 哥 哥你不要离开我 我也要自己做饭 我自己洗衣服 小丽 哥 小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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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丽回来了 还没吃饭吗 快进 好 谢谢小姨 小姨给你做好吃的 小丽 小丽 你还记不记得你哥 你没事提他干嘛 小丽 你也长大了 有些事情 你也应该知道了 这是你哥留给你的信 你看了之后 就什么都明白了 小丽 小丽 你现在应该长大了吧 不知道你现在长成什么样了 哥好想看看 可是老天爷给哥开了个天大的玩笑 但哥是没这个福气看着你长大了 以前你小的时候 哥总是逼着你 做你不会做的事情 你一定很讨厌哥吧 其实哥也很讨厌自己 讨厌自己为什么要生病 为什么不能再继续照顾你了 小丽 你以后你要对小姨好一点 知道吗 你要记住 如果没有小姨 就没有今天的你 好了 哥已经把想说的话说完了 以后没有哥的孩子 你一定要幸福啊 哥 老婆老婆 那我妈要过来了 你妈要过来 她过来干什么 肯定是过来看你啊 还能干嘛 哦 那我得赶紧收拾一下了 不然你妈来了 看到这样 又该说过了 她本来啊 就不想我们住在这里 我们啊 得赶紧收拾收拾 哎呀 没事不用收拾 妈也不是外人 这再说了 你现在不能动 也不能劳力啊 你现在啊 可是我们家的重量保护对象 哎呀 我没有那么娇气 那也不行 你现在在家够好好休息 我去接妈 哎呀我知道了 为了你干活啊 哎呀我知道了 你快去吧 快去吧 妈 到我了 哎这房间怎么这么差 叫你们帮回去跟我一起住 你们也不愿意 妈 这挺好的 好什么哈 这里的房间就是这样子 小丽能好好养胎吗 行啦行啦 进去吧 学校一家等你呢 小丽 妈 哎别动别动 小心我的大孙子 没事的妈 怎么样了 现在也有三个多月了吧 嗯 马上快四个月了 哦那检查了没啊 是男孩还是女孩 妈 没去看呢 这男孩女孩都一样 那也检查一下 心里有个数呗 妈 这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 都是你孙子啊 再说了 这是什么年代了 还重男轻女啊 谁重男轻女了 我告诉你们 如果你们生个孙子 我就给你们五十万了 你看你 还不是重男轻女 真是的 那妈 那万一是个女孩呢 这要是个女孩啊 我告诉你妈 我给你们奖励一百万 啊 哎呀 我重女轻男 我喜欢孙女 这孙女啊 多听话 多乖巧 不过妈 孙子也是可以的 哎呀妈 妈 你吓死我了 我还以为你不喜欢孙女呢 妈 你这出水太怕烦了吧 对自己的孙子孙女 我怎么能不大方啊 这孙子孙女啊 我都喜欢 那就好 妈 你饿了吧 我去给你做饭去 你做什么饭啊 唉 你还烦着我的孙子呢 不要乱动 你要好好养胎 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 我可找你麻烦了 是啊 小丽 家里的活啊 叫你别干 你非不听 家里乱点也没事啊 而且 你现在还在孕呢 怎么没事啊 家里乱糟糟的 对小丽养胎不好 家里的活啊 你干 妈 我可是你亲儿子啊 亲儿子有亲孙子重要吗 行行行 以后家里的活啊 我全干了 小丽养 走 我带你逛街去 顺便买点婴儿用点什么的 嗯 好 我也去 我给你们当司机 老沫 慢点 你说你 人怨出来就一直在笑 你笑什么啊 你自己看啊 这什么啊 我也看不懂啊 老沫 我们要发财了 你妈她要破产了 你怀的女孩 不是 你再猜 你怀的男孩 也不是 那你怀的什么 我是真看不懂这个 你快告诉我吧 这家在一起啊 妈的给我们一百五十万 一百五十万 男孩五十万 女孩一百万 男孩 女孩 老婆 你怀的是龙凤胎啊 嗯 真好 我要把这个小小 告诉妈去 让她早上做准备 走吧